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案例是有人找他来求测的 我们是现场来分析的 当然我讲过一个特点 我从来不拿自己的案例去讲过 全部都是学生们的案例 几乎我的案例是很少的 问婚姻能不能挽留求测人是男方 当时这个案例 我让现场的所有学员 先来淡 无一例外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淡罪 这里面一个知识点 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 男方为根 女方为乙齐 在我们讲知识点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观点 不管是乙和根是同在天盘 还是一天一地 代表着他的婚姻是不和谐的 是不美满的 这是个核心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 根在这个宫里面 他的状态是 这种状态是灵观之力 灵观之力 灵观代表什么 灵观是种旺的状态 是种好的状态 是种比较强势的状态 非常具理解 但大家也是怎么理解的 并且这个根 又和太岁根经 它是一个符号 也就是说 在这里要解读两重符号 第一是代表丈夫的这个根 和代表太岁这个符号 好 丁家丁为战格 代表什么意思 说明说 从级级上来分析 从数据上来分析 说明说 这个男的很好战 很强势的意思 按照这种思路去 分析 应该是没有毛病的 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好 我们继续再来看 当然这个根下 就是根 所以说 这个对方的 这个男方的家庭条件 和背景 都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他和太岁 是同工的 而姨 在这个地方 是荣博的 回到距离 荣博 在我们这个书里面的 这个知识点来讲 如沐代表什么 糊涂 不作为 由于彷徨 因为天盘如沐代表不作为 地盘如沐代表是由于不取 等等意思 可以让你理解 大家都觉得 这个男方很强势 这个妻子 很委屈 很委屈的意思 回上去理解 大家在现场 都是这么淡的 但是我根据的答案 不是这样 我根据的答案 是女方太强势 而男方就要陆路 每一个男人的乞丐 原因是什么 因为就要从 以跟对的同工 他们两个领的 九星 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齐民局里面 以齐 领的是天秦星 而根经 领的是天瑞星 这个天秦星 等于元帅 等于领导 而天瑞星 代表是民众 这个坤卦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比如说 这个悬殊是很大的 一个是帅才 一个是普通民众 所以说 他们在婚姻关系之中的 这个地位 是根本不平等的 而这个男方 是将这个乙齐 将女方 当成了王 明白了吗 比如说 这个妻子乙齐 就是典型的 就是这个女王 这个根经 以我们四川话来讲 这个就典型的 趴耳朵 虽然说 同龄 同龄 伤门 因为根和已 同龄了这个伤门 在此 解读这个伤门的符号 就不能以一个符号来解读 要以两个方面 来解读它 对于根经来讲 伤门 这代表是受伤 情感 很受伤 他会讲说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就是这个伤 但是对于这个伤门 对于乙齐来讲 这个伤代表什么 尖酸 刻骨 强势 挑剔 等等等等 可以让他去理解 这么多 这个一个符号 就要用到 多重性 去解读它 当我讲到真理的时候 现场的这个学员 当时觉得 老师 事实和你数量 和你数蛋 完全是一致的 男的 就是把这个女的 当成女王了 平时一直灌注她 灌注她 养成了这么一个 强势的性格 并且这个男的 一直在养识这个女的 而这个女的 从来就 不会高看她老公的预言 就从内心里面 就根本瞧不上她 而瞧上的是谁 瞧上的是 以下 去生的这个饼 去生的这个饼 因为以其 来生了饼 这个饼是处在乾公 乾公为领导 为首 为龙 在乾公为年龄 稍微偏大 总的来说 这个女的根本 瞧不上她老公 而瞧到这个饼 无论什么条件 就是不答应 我就是要和你 离婚 得出的这个结果 这段婚姻 不可挽留 在生活中 不要以为 谈到婚姻 就感觉是男方 强势 而女方陆入 在现代社会之中 并不尽然 所以说 这个案例的核心是什么 案例的核心 看谁明的是天晴 看谁明的是天命 虽然说 以其在这儿如墨 代表是浮屠 作为一个浮屠的女王 带来的灾难 是很深重的 这次刚刚开完 这个初级班 这个学员又来参加学习了 反馈 两个人 已经老眼纷纷 奔道扬镳 这个案例就这样了 大家从这个案例之中 又学到了 是什么东西呢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